旅遊局9月28日正式公布 澳門旅遊業發展總體規劃的最終方案 制定出本澳旅遊業未來15年的發展藍圖 不要以為總體規劃只是針對旅遊業 裏面提出的許多措施是全澳市民都關市 三個關鍵目標會通過33個策略 總共有91個涉及短、中和長期的具體行動計劃 可以說是一份涉及旅遊產業各個層面的總體規劃規劃 以及行動的綱領 旅遊局說為了實現八大關鍵目標 五年內要完成69個短期計劃 包括開展更多的水上觀光和體育項目 協助有價值的舊建築、發展或翻新 以及更新發展黎智碗 也收入了很多建議 也希望能夠把這個黎智碗 有一個適度的保留 甚至引入多些民創 甚至其他元素進去 至於奔海的空間 因為澳門有了一個水域之後 我們暫時未能夠好好地引入 所以未來的考量來說 當然是否有一些海上觀光的航空 總體規劃又提出 在6至10年內完成19個中期計劃 包括更新來港區 以及推動特色主題公園的開發 例如荔枝碗和外港 其實我們都面臨到每一個改變 我們希望在這個過程中 能夠加入很多元素 考慮到這個發展 另外總體規劃提出 用超過10年的時間 完成3個長期計劃 包括合理利用新城區 為了監督總體規劃的落實 政府將會成立一個跨部門拆道小組 由社會文法司司長譚俊榮領導 總體規劃預計 在2025年 房屋旅客會達到4千萬人次 孖閣及坦仔舊城區 會是潛在的擠壁旅遊區 政府計劃發展智能旅遊監控人流 學校下次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